能抓能握能牵手 眼下这款智能仿生手可是明星产品 它可以提取信号 识别运动意图 做到手随心动 这位实验员正在给志愿者戴上 采集脑电的头罩 它可以收集大脑发出的电信号 转化为可视化的脑电图谱 通过波纹的浮动来判断人的注意力 是否集中 它就可以像画地图一样 就是把我们看不见的那些电信号 给它画出来 然后在这个图上面就可以显示 我们才能去找到这个出问题的区域 和这个工作的比较好的区域 对它进行一个类似于增强辅助的效果 脑机接口设备还可以利用这样的专注力 来控制外设设备 到癫痫疼痛管理等神经调控方向 再到抑郁症强迫症等精神类疾病 都已经有了进入现实的可能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